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前两年一直是欧盟推动的,在欧洲生产更多微晶片的关键参与者, 以避免重演大流行时期的供应链中断,并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英特尔公司此前的2022年计划,预计将在德国、波兰、爱尔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投资数百亿欧元, 建造新的微晶片工厂或研发设施。 帕特基辛格在2021年出任英特尔执行长之后,宣布了IDM2.0战略, 开启了英特尔全球产能建设的浪潮。 虽然投资规模巨大,他认为该公司将在短期内亏损, 但从长远来看会繁荣发展。 然而,由于对美国产能的巨额投资, 以及在最新节点上生产的产品的增加, 该公司的利润大幅下滑。 财报显示,2023年, 英特尔营收同比下滑14%至542亿美元, 净利润同比大跌79%至17亿美元, 经调整利润也同比下滑36%至44亿美元。 这也迫使英特尔正在停止其一些欧洲投资专案, 转而支持其他专案。 据Politico报道, 由于财务损失, 英特尔已经暂停了在欧洲的几个重大投资专案, 其中包括对于意大利晶圆厂和法国研发设施的投资计划, 重点将转移到对爱尔兰和波兰的投资。 其中, 英特尔2023年报告, 其制造业务亏损70亿美元后, 承诺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价值数十亿欧元, 并可能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 暂时无法实现。 英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暂停在法国的投资, 理由是经济和市场条件, 自2022年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英特尔此前已选择位于巴黎西南部的一个地点, 作为人工智慧、AI和高效能运算HPC的新研发中心。 计划在2024年底前开设该中心, 员工人数为450人。 英特尔补充说, 该专案的范围目前正在调整, 法国仍然是英特尔未来研发中心的选择。 英特尔在意大利建晶片厂的计划也不太可能在近期实现。 在2022年, 英特尔就曾与意大利政府进行了谈判, 计划耗资50亿美元兴建封装测试厂, 该工厂将为英特尔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 为供应商创造3500个工作岗位。 该计划也会得到意大利政府资金的补贴支持, 补贴支持的金额预计占40%的兴建成本, 同时还会有其他的补贴或优惠。 然而,现在当被问及意大利工厂的状况时, 英特尔表示, 目前正专注于其在爱尔兰、 德国和波兰的活跃制造专案。 意大利商务部长Adolfo Erzo在今年3月份表示, 英特尔已推迟在意大利的投资。 英特尔还曾计划通过Tower半导体, 扩大其在意大利的业务。 Tower半导体是一家以色列晶片公司, 该公司与活跃在意大利的晶片制造商依法半导体有联系。 然而, 英特尔在意大利的扩张, 因收购Tower Semiconductor的交易失败而进一步受阻。 由于缺乏中国当局的批准, 此次收购失败了, 这影响了英特尔加强其在意大利业务的计划。 尽管英特尔的一些专案可能已被暂停, 但德国和波兰仍在继续。 现在, 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德国东部。 英特尔计划在那里建造一个价值300亿欧元的微晶片工厂综合体。 该工厂将与即将在波兰弗洛茨瓦夫建造的价值46亿欧元的工厂密切合作。 不过, 因为环保和补贴问题, 德国晶圆厂专案进度在持续延后。 英特尔也因延误而陷入困境, 主工厂的生产最早也要到2028年底才能开始。 德国政府仍未正式寻求欧盟批准对马德堡工厂的补贴方案。 在东欧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后, 德国承诺向英特尔提供更大的补贴方案, 约为100亿欧元。 作为交换, 英特尔将其在马德堡的投资从最初的170亿欧元增加到300亿欧元。 在波兰, 英特尔计划在弗洛斯瓦夫投资46亿欧元, 建造一座先进的晶片封装工厂。 该工厂将与德国工厂合作, 后者将生产小晶片, 前者将对其寄行封装。 尽管英特尔寄予厚望的自家海外工厂建设被迫停工或延后, 但新产品生产仍然不能停, 否则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近日市场消息称, 英特尔下一代人工智慧BI晶片Falcon Source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与Cold OS先进封装技术, 目前已完成流片Tapeout将在明年底进入量产。 业界指出, 英特尔收购Hobana后维持后者独立营运模式, 此次首度将Hobana技术结合自家GPU技术, 以强化BI运算能力。 英特尔将Falcon Source发展成全新AI晶片平台, 除了向下相容, 高低三, 还将或在明年推出至少三款不同层级晶片, 涵盖高中低阶市场, 大强AI运算商机。 业界人士指出, 英特尔先前抢工AI伺服器的产品Max GPU采用7nm等5个制程, 并通过自家的EMIB与FalverOS 3D技术将裸晶进行连结, 尽管效能强, 但能耗高。 此次采用台积电解决方案, 有望解决高能耗问题, 并强化运算表现。 对此消息, 台积电与英特尔皆不评论。 此前在6月份, 业内人士透露, 台积电已经获得英特尔即将推出的笔电PC处理器系列的300米晶片订单, 晶圆生产已开始。 英特尔将按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转向新的笔电理器平台。 消息人士称, Lunar Lake和Aero Lake系列将分别在第三季度末和第四季度末推出。 由于消费电子和高效能运算对先进处理器的高需求, 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提高所有类型客户的晶圆价格。 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分析认为, 台积电计划明年将其价格提高大约10%。 与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客户, 如辉达的谈判表明, 这些客户可以容忍4奈米级别晶圆价格大约10%的上涨, 从大约每片18000美元上涨到大约2万美元。 因此,主要由DMD和辉达等公司使用的4奈米和5奈米节点, 预计将看到平均售价ASP上涨11%。 这意味着,自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 N4N5金元的价格可能至少对某些客户上涨了大约25%。 此外,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 先进的QoOS封装的价格在未来两年可能会飙升20%。 在2022年,台积电将晶圆价格提高了10%, 随后在2023年又增加了5%。 展望未来,预计2025年将有另外5%的综合增长, 以帮助台积电的毛利率在2025年翻弹至53%至54%。 尽管与智慧型手机和消费电子客户, 如苹果的讨论具有挑战性, 但报告声称,有迹象表明他们接受了适度的价格上涨。 摩根士丹利预计2025年, 300米晶圆的ASP将增长4%。 虽然晶圆价格取决于实际协议和数量, 但分析师认为, 在台积电的N3节点生产的晶圆成本大约为2万美元或更高, 但明年将上涨。 摩根士丹利相信,台积电应该有空间, 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最终用户。 相反, 由于产能充足, 像16奈米这样的成熟节点, 不太可能经历价格上涨。 为了可能使客户更愿意支付额外费用, 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供应链调查显示, 台积电正在暗示, 除非客户认识到台积电的价值, 以确保他们的产能分配, 否则可能会出现先进制程产能的短缺。 由此, 从英特尔现在的一些列举动来看, 其深按晶圆业界的残酷竞争现实。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